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1994年诞生至今 RMV4全球累计销量超过900万台 今天我们来试驾它的最新版本 一气丰田 RMV4融发 第一个重点 平台升级 这代RMV4会和雷克萨斯ES丰田亚洲龙 共同使用GAK平台 第二个重点 车身颜色 单色车身有七种可以选择 双色车身 2.0声自吸和2.5声混动 各有四种选择 一共15种车身颜色 这台试驾车冰冰凉凉的颜色 它叫都市卡其色 第三个重点 有意思的小细节 它的发动机舱盖 左右的前翼子板和后备箱车门 使用了铝合金覆盖件 混动车型有电动尾门 后备箱很宽很深很高 后排座椅靠背 4.6比例放倒 有一个小斜坡完全可以接受 整个基本面作为SUV没有问题 有照明灯 有12V点營器电源 有置物网兜 有锚点 但是没有挂钩 地板有两个高度可以选择 下面是飞拳尺寸备胎 中控顶端这块拔地而起 并且非常厚重的大屁股 从设计角度我确实欣赏不来 里面的内容也比较普通 看到了百度CarLife 但是没有苹果的CarPlay 其他的互联网功能也比较少 同时它也没有使用 时下流行的全液晶仪表盘 总之在多媒体这一块 RV4还是保持了丰田一贯的保守作风 中控台顶端和门板内侧采用了大面积的软材质包覆 而且还有针缝线的点缀 空调的旋钮 挡坝 驾驶模式的调节 这几个地方手感都很不错 储物空间表现可圈可点 门板单层储物槽 左手边一个敞开式的储物盒 右手边T字区最下方敞开式储物托盘 用起来非常顺手 两个杯架 中央扶手箱容量也不小 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内置托盘 副驾的前方有一个长条形的储物槽 放东西也很顺手 下面是常规的手套箱 这边还有一个专门的眼镜盒 感觉这辆车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帮手 今天是9月26号 还没有正式上市 对配置水平不做具体评价 这辆试驾车 我看到了最加热 电子手刹 Auto Hold等功能 另外有两点很重要 全系标配7个气囊 包括主驾驶的西部气囊 第二 全系标配L2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 包括全速段的自适应巡航 和车道保持等等功能 这两点在同级别当中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前后排的头部空间都是一拳 腿部空间两拳 靠背角度两个档位可选 中央扶手打开两个杯架 有朋友问中央的地板是否纯平 现在回答你有一个鼓包 这边是后排空调出风口和两个USB接口 头顶有全景天窗 一个小小的惊喜 前后车窗都是一键上下的设计 整个后排的乘坐体验正常表现 第一个项目体验完了 首先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都可以给一个好评 TNGA架构下的新车都是相比上一代 在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质的飞跃 第二点的这个2.5升混动和2.0升自吸相比 我觉得2.5升混动显然是完胜的状态 好现在是2.5升混动的版本 我们已经出发了 先是一个简单的绕桩 走走想猜了 然后U型弯高速这个时候有点推 没关系继续给油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你只要继续给油 然后它的四驱系统和电子系统就会同时工作 它跟你的正常的生理的反应是相反的 对吧你常规的情况遇到推头你肯定应该要收油了 不然就得推出去 但是这个车因为四驱系统完全不一样 可以做到最大前20后80的一个分配 同时电子系统对于弯道内侧的车轮也会有一个制动 刚才那一整套系统工作的时候 这个干预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你从镜头里能看到我这个车身往外推 然后我继续给油 它就会往弯道里面走 这个跟你常规的认知不一样 当然不是说它的极限无限高 它也是有物理极限的 但是在相同的条件下 这台车的极限会比刚才那台2.0升自吸的要高很多 好现在是2.0升自吸的车型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四驱系统过这个交叉轴的状态 我现在已经调整到了Rock 就是延时攀爬最厉害的模式 看一眼这个交叉轴的三个馒头包 好来好油门很好控制啊 油门很好控制 走走 一点点打滑好 继续左前轮出地 好我现在就是一个交叉轴的状态 现在我的右前和左后都是打滑了 我们来稍微给点油看看情况 哇哦 你从镜头里应该也能看到 就是这个制动的介入 非常快 非常快 大概空转了 肯定不到一秒 我感觉 半秒吧 就 这次厂家也自己找专业人员 做了一次大家非常关心的迷路测试 他们给出的成绩是71公里每小时 之前外媒的测试成绩是低于70 一高一低还是很有意思的 有机会我想自己亲自试一试 第二个科目就是场地内的越野 我现在拿到的是2.5升混动版本的试驾车 已经开启了它的TRAIR的模式 这个模式没有给中文名称 就差不多理解是在这种环境下用的一个模式 就是中轻度的越野 那混动版本的四驱系统是非常有意思的 另外也可以做到刚才说过前20后80的一个传动比例 因为后桥是有专门的一个主驱动电机的 所以整个的这套四驱系统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实地的表现怎么样 我给大家看两个最重点的内容吧 就是我面前的两组炮弹坑 第一组就是正常的这个交叉轴的炮弹坑 我们上午试的是这个馒头包的钢架 我们看看在实地的越野情况下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好 右前轮进坑 我在仪表盘上能看见四驱的动力分配 非常轻松 已经过来了 因为它的制动的介入还是相当迅速的 一点点空转 然后马上ABS介入卡卡卡锁住出来 好 我们看下一组 我面前会有三个连续的炮弹坑 从我这个角度看 这个坑的尺寸和深度都还是可以的 对于城市里用的SUV来说 我们来看一眼这个连续的炮弹坑是怎么样 好 左前轮进坑 好 悬空 给油 走 能看到左后和右前的制动 在我的仪表盘的中间这块屏幕上 好 继续 给油 好 出来了 对于城市SUV来说 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可以了 这个能力足够了 今天的试驾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能看到上午的这个铺装路面上各种比较粗暴的驾驶 以及下午在场地越野内一些相对城市SUV里面比较难的一点点难度的科目 那以前的IV4肯定不会设置这样的内容 那目前的新一代的IV4它的产品的含义定义已经做了些改变 比如说开头的字母R 现在的新的含义是强壮坚固的意思 所以设置了相对应的这些科目 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视频能感觉到一点点 IV4在整体气质上的一个变化 当然今天没有设计这个开放道路的试驾 有一点点遗憾 希望在北京拿到试驾车 我们有机会再给大家拍详细的试车的内容 好吧 感谢收看今天的老司机试车 我是老胡 下回聊 拜拜 彩蛋时间 混动车型驾驶模式选择这个旋钮的顶端的灯 是会变的 现在是 普通模式蓝色 经济模式绿色 运动模式红色 拜拜